另外1800億要預留不時之需及用來全民共享 我們規劃在這個額度跟全民共享用發現金的方式 但這要有法源的根據和預算的編列 要經歷法院的同意不是私下花紅包 藍綠都喊話還稅漁民發現金 那希望可以針對性的發現金紓困 那春節前有機會發嗎 那有沒有預計何時發放或是以何種刑事發嗎 那以及在野黨有質疑變成私房健康人民之凱 那院長怎麼看 總統以國安高度主持會議做了三點才是 昨天雖然是連假的休息 我也請各部會所長一起來做規劃 這個4500億 700億是地方的不能動 3800億中 1,000億是作為補貼勞健保和電價因應 1,000億是作為強韌經濟 另外1,800億要預留不時之需即用來全民共享 我們規劃在這個額度跟全民共享用花現金的方式 但這要有法源的根據和預算的編列 要經歷法院的同意不是私下花紅包 所以我們希望整體的來把它做好 同時讓全國民眾都能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而且也能因應像現在中國疫情在起 全世界都緊張應對 而且歐洲戰爭後的通膨各方面 我們都真的要留有因應的餘力 也不能一次就把錢花光